同性戀等於降教 何時時眼火爆 在這裏我好想 好驕傲 這樣同大家講一聲 我 我 是 同 知 人家有勇氣講出自己的性向 一點都不容易 消除大眾對同性戀的誤解 更加難上加難 城市論壇就是最佳例子 一眾的道德人竟然是這樣看的 公共衛生的角度 有些人都是反對同性戀行為 特別是江交這個行為 所以我想我們不要只是簡單 歸你說這個純粹是一個中交 你究竟是反對同性戀 還是反對江交呢 你不要在那裏亂說 我們不是來討論做愛技巧 同性戀等於降教 難怪得萬必這麼火 了不回很多人還以為 我們星期三正在討論的 是要改進去立法 星期三這個動議只是要求 就性傾向歧視 不同性向人士的基本權益人權 是進行諮詢的 我真的不覺得現在對他們有什麼歧視 如果這樣說 在街上見到一個人 這麼矮的 死矮仔我都經常見到 如果叫他矮 叫他肥 叫他逼的 叫他盲的 就去提出歧視 我想香港很多事情要立法 交流還陸續有來 有道德塔利班之稱的明光社說 同性戀平權立法諮詢 是諮詢下的 都等於23條來臨 搞到將來港反對同性戀 都會被人告 美國911之後 經濟不好 突然間很多人說他自己是同性戀者 其實老闆炒他 可能不是因為他的性傾向 可能因為他的工作態度 但他一定說是性傾向的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數據呢 還有一開始就假設人會這樣做 很壞 難怪何韻詩看完都在Facebook鬧爆 聽到一些不知在哪裡來的歪理和指責 難免會怒火中燒 我們要求的 只是多一些互相尊重 就算世界容納不到不同的聲音 亦都會嘗試去包容 這條來的確不易行 好像萬必 就不斷被維園阿伯 說他搞機沒有後代 我們說的包容仔 我們就算不同意 同性戀都好 我們覺得是互相和平共主 說好的包容 五立法又怎麼去保障 連林煥光都說 對政府遲遲不就性傾向歧視落發很失望 呼籲政府重新檢視政策